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上一回讲到《于素秋》在圈中是出名的富可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拍片的片集相当高 以1961年为例,他拍一部粤语片,片集八千元 一年来说,平均会拍四至五十部电影 以五十部电影来计,一部八千元,五百中四十 即是一年里,他拍片的收入已经有四十万港元 在1961年的香港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都不知可以买多少个单位了 所以《于素秋》也成为了影坛小友的富婆 每当有人说她是富婆的时候 《于素秋》也总是这样回答 她说,我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一对子女要欣赏 《于素秋》是影坛小友的孝女 赚回来的钱,全部都交给父母支配 去到哪里,都带着父母一起同行 但《于素秋》虽然很会赚钱 即是小友的富婆 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太美满 不太幸福,她走红之前曾经结过两次婚 有两个小孩子归她抚养 再加上年老的相亲 其实她的生活单纯是走红之前 确实是不轻的 当然红了之后又另当别论 幸好她拍片红了,就解决到这些问题了 而且加上她个性比较开朗 很多事情她都看得开 凡事她都是向好方面想的 所以后来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于素秋》拍过数百部电影 而且大部分都是功夫武俠片 但她从来都没有找过替身 每次做一些难度动作 她都是亲自上阵的,完全不用替身 虽然有时她伸手好,但有时都免不了会受伤 她经常都要由十多公尺高的屋顶跳下来 一面跳又一面做戏 有时稍屈留神,真的会跌到鼻都肿了 但由于她武艺好,有时都可以逢空化吉 由于她相当红,人又漂亮,气又好,功夫又好 所以爱慕她的影迷都不少 经常有很多爱慕她的信件 就像雪花般飞来寄给她 甚至有很多人希望想拜她为师 想跟她学武艺 刚才提到于素秋曾经有三度婚姻 前两度婚姻是她走红之前的 她用了很多时间去搜罗资料 但也没有办法找到详细的资料 至于她的第三度婚姻 如果有差不多年纪的影迷 也相当熟悉 于素秋的第三度婚姻 是在极之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 而她的第三度婚姻 就是跟谁在一起的呢? 就是粤剧演员麦炳荣 这段婚姻 她们的家人 初初都十分反对 是反对她们两人的交往 主要是她的母亲 她们认为演戏的最好不要嫁给同行 即是说演戏的人 就不要嫁给演戏的 另一方面 当时麦炳荣 也还有一个生病的妻子 她妈妈认为 如果于素秋这个时候 去跟麦炳荣 搞婚姻 或者谈恋爱 一定会附上一个 拆散人家家庭的罪名 这一个做法 在上一代的人来说 是觉得相当之不好 因为你这样 就是搞散人家的家 孝顺女于素秋 因为她都相当孝顺 好听妈妈说的 所以她跟牛荣 就一直都在等 直至到麦炳荣的太太 因为病重过世之后 她们两个才正式结婚 走在一起 所以她亦都是 对牛荣来说 都算是情深而重 等了很久才跟她结婚 于素秋拍了很多年 没有打气 都累了 到结婚的时候 找到个龟叔 既然 于是乎亦都萌生起一个 退休的念头 所以她在1967年 拍完武俠片《火龙神珠》之后 正式退休的十多年 都没有公开露面 一直到1978年 她的先生麦炳荣 就回到莱德电视台 参加电视演出 牛荣就参加异的奇冰36演出 为了增加劇集的收视率 於是劇集製作人千方百計地找於數秋來客串一個角色 以便提高劇集的收視率 復出出來拍劇的於數秋表示 他已經習慣平淡的生活 拍片的生活對他來說實在太緊張 他亦都適應不到 所以他就和大家說他不喜歡這些生活 他不會考慮東山再起 只是客串完這一集就算了 當然他亦都有提到 以前拍片的歲月是相當難忘的 但這些難忘的歲月 亦都只會留在他的腦海裏 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好 今日講到這裏 也都暫時休息了 好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好 下一條片繼續和大家分享 於數秋的演藝人生 好 下一集見 拜拜